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有人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一起愉快地玩耍 而不必担心他会指着我的鼻子吵架 也有人说我们可以在脆弱的时候抱头痛哭 而不必顾忌彼此泪流满面 婆婆妈妈 还有人说我们可以心有灵犀 可以异口同声 可以雪中送炭 也可以锦上天花 其实在所有的答案里 这一句才是最棒的回答 好像突然有了人类 也有了铠甲 遇到一个懂你的人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它让你明白自己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 也让你明白 即便如此 自己也可以和他一起继续努力 迎接更好的未来 因为 来自对方的懂得 可以让一个人获得暂时的喘息 也能获得 前进的勇气 1981年 陈道明的妻子杜献 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 风光无限 四年后女儿出生的时候 杜献对陈道明说 我想离开电视台 陈道明清楚 杜献正在事业高峰 心里对工作是不舍的 于是他告诉妻子 女人也需要独立 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 闲在家里 会生出病来的 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 就算我在外地拍戏 也会飞过来看你的 杜献很感动 这才继续 放手去工作 2003年 杜献因为工作繁忙 患上了妖姬老孙 陈道明多次劝他休息也没用 后来 陈道明决定好好找他谈谈 他跟他妻子说 我觉得夫妻 最大的意义 并不是生儿育女 而是心灵的交流 两个人彼此慰藉 彼此成就 人家不是说 生命不应该都是忙碌 还应该抽出时间 陪伴着爱人 去享受生活的清静吗 这也是一种幸福 你说对吗 杜献终于被他的话打动 他决定休息一段时间 再去工作 如今 陈道明和杜献 携手走过了40年 而且都在各自的领域 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是他们对彼此的感情 依然深厚而绵长 熟悉陈道明和杜献的朋友都说 他们这一对 真是时间少有的模范夫妻 无论发生什么事 陈道明都不会和杜献争执 为什么 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的妻子 他明白这个女人的全部愿望 和他的心思 梁家辉当年和姜嘉年恋爱的时候 因为自己太穷 只好经常和对方在家下棋 有一年姜嘉年过生日 梁家辉 决定带他去喝咖啡 买单的时候发现 咖啡价格很便宜 于是后来就经常带着姜嘉年来这里闲坐 很久以后梁家辉才知道 姜嘉年知道他没钱 又不想伤他面子 于是就跟咖啡馆商量好了 只要梁家辉买单 一律无辙 余下的钱 自己再补上 梁家辉知道真相以后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93年 梁家辉正在越南拍摄电影《情人》 姜嘉年陪同左右 一天凌晨 他们的房间忽然被人撞开 两个家伙用枪逼迫梁家辉 跟他们去菲律宾拍戏 然后又把姜嘉年留下来软禁 突如其来的变故 并没有吓倒这个女人 她后来说服了监视她的黑社会人员 带着自己 去见幕后老大 姜嘉年面对威胁 面不改色 她说我既然来了 我就不怕死 可我死了 对你们也没有任何好处 你们让她安心地把这个片子拍完 再去拍你们的 对你们的票房只会有好处 你们采取这样的行为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她即使去演 也演不好 又何必呢 这番话之后 梁家辉 顺利回到了香港 在机场 她一把抱住姜嘉年 放生痛苦 后来梁家辉回忆的时候说 都说男人比女人坚强 可关键时刻 却总是女人 最先镇定下来 男人有的时候 是真的不能没有女人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是江嘉年深深懂得梁家辉 什么时候需要自己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懂得自己该做什么 而正是因为这种懂得 才成就了 后来的梁家辉 有人说拥有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远比拥有一个爱你的人 更幸运 因为只有深深的懂得 才能正确地去爱 然后把平凡的日子 过出璀璨和精彩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懂一个人 就根本没有资格去谈爱 因为你爱不起 也给不了 你连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又怎么会在他需要你的时候 为他雪中送他 最好的爱情应该是 两个人心有灵犀 明白彼此的心意 懂得彼此的所需 就像陈道明懂得杜献 就像江嘉年懂得梁家辉 其实他们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不然就不会 默默相守着 过一辈子 但是 懂得彼此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他需要长久的练习 和反复的磨合 只有你们同时卸下了 自己的全部防御 让两颗心连在一起 你们才会真的 彼此懂得 新的一年 愿你朝思暮想的人 可以真正懂你 愿你深深眷恋的人 可以 被你懂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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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